內湖高中棒球隊去年由於校方的反對 所以他們一直是等到了今年 才有機會能夠登上黑豹旗高中棒球大賽的舞台 對呢 因此這些球員們呢 是特別的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 那就算是面臨到大考的壓力 還是要參與比賽 為自己留下一生一次的寶貴回憶 一個看似平凡無奇的三陣 就足以讓內湖高中棒球隊的球員卻越萬分 因為他們三陣的對手可是甲祖禁旅 前身是台中高農的新大富農 內湖以0比25提前被KO 在黑豹旗棒球大賽止步第二輪 但他們賽後卻欣喜若狂 彷彿拿到冠軍一樣 就算碰到那種很強很強的 然後就要去享受剛剛我們那樣 就是享受那種大家一起 然後團結的那種感覺 就每個人的心是連在一起 內湖棒球隊雖然已經成軍7年多了 但校方因為安全考量 始終無法同意他們成為正式社團 也因而無法報名去年的黑豹旗 今年雖然仍舊不是社團 但在各界的協助下 獲得校方同意參賽 內湖棒球隊也終於能夠登上 夢寐以求的舞台 因此球員們特別珍惜 即使面臨大考夾擊 也要創造一生一次的回憶 去年沒辦法打 所以今年打就是每一場每一顆球都很珍惜 這樣堅持賽就很有意義 我們雖然不會承認 但是我們還是有那個能力讓你們覺得 我們是一個對手 要在學測前兩個月出來比賽 這個黑豹旗比賽我們也是很掙扎 不過十年以後不會記得我數學這次段考考幾分 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打過黑豹旗的比賽 不受校方支持 內中棒球隊的資源也十分有限 球聚都是學長們代代相傳的寶物 連比賽球棒還得跟別人借 不過他們努力克服困難 讓義務幫忙的大學長兼教練感動不已 我們練球都是在草皮 一片凹凸不疲的草皮上 所以打滾地球都還滿危險的 但是他們也都是很熱情 不管下雨土有夠泥澱的 他們也都是要練這樣子 但他們實踐出社會工作之後 能夠找回自己那種十八歲的熱情 是從他們身上看到的 這群孩子有個夢想 希望用拼勁打出動人的比賽 讓校方也讓大家看見 內中球員的綁球魂